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024年8月份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月份 刚刚在马萨诸塞州 立法机构两院 众议院还有参议院 分别以156票对0票和40票对0票 没有反对票 全票通过了法案H4750 那么随后在几天的时间之内 州长就签字把H4750变成了一个法律 所以这样一个法律从2025年1月1号开始正式执行 我为什么说这个就是你要看人的愚蠢程度到底能到什么样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法案的内容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法案的内容讲的是要从官方给的出生记录里面 抹掉母亲 父亲 男人和女人等这样的说法 所有的东西全部改为性别中立 目的是为了确保包容性 所以在这样一个通过的法律里面 他把一个法律上面的术语全面取消 父亲 母亲 这词以后就不存在了 啥叫父亲 啥叫母亲 对于政府来说 他不会定义这个东西 他定义的就是啥叫母亲 母亲就是分娩者 英文叫做person who gave birth 就是谁生孩子了 就是生孩子的那个人 妈妈 母亲这词不见了 生孩子的那个人 爸爸呢 更惨 爸爸这词给化成啥了呢 就是另一位家长 other parent 感觉 不是 父亲节本来就没人再过了 然后爸爸更惨 马上就是从 是吧 一个有威严的一个父亲的形象 马上就变成了另一位家长 就是你谁呀 就变成了这样一个人 I'm just the other parent 对 你就是 Yeah 就变成这个样子 忽而又 是吧 I'm just the other parent other parent 对 然后呢 他把父权这个词给改为了亲权 就是原来他那个词里面讲的是 就是有一个 因为他们女权嘛 现在 所以他们非常讨厌父权这个词 就感觉说 为什么男人要有权利呀 然后什么什么父权 他们就想完全取消掉 爸爸在家庭里面 这样一个重要性 然后爸爸能够做这样的责任 就全部都不要 所以他就把父亲这个东西就拿掉 就变成是亲人 就是parent 父亲不是other parent吗 就是亲人 亲属 这样的一个词 家长这样一个词 然后呢 把指代父亲的他 就男的他 变成他们 然后男人和女人 也不能分了 你不能说什么 Eason是男的 我是女的 这二元的性别都不能分了 全部统称叫人 persons 全部都是人 然后呢 你有些就是未婚先孕 婚外生子 是不是 就是这孩子就生下来 爸妈没结婚 就生下来 他把这个婚外生子呢 也给换词了 换成叫非婚生子 那意思就是说 就是你这个婚外生子 他这个意思有一种 他觉得有一种歧视 就是你看 你没结婚就生孩子了 他觉得你这个不对 但是现在改一个 就非婚生子 他觉得说 我不要结婚 你生孩子 对 他那意思就是说 你生完孩子 跟你结不结婚 一点关系都没有 OK 所以呢 他的目的是说 为了减少对婚姻状态的歧视 就是你不管结婚 没结婚 你都有权利做家长 OK 所以他这个整个法案 每期命约 就是什么家长之类的 第二点 他这个法案 把代孕给合法化 他这个法案里面 有详细定义了 这个基因代孕 还有认臣代孕 而且规定了代孕协议的 这些合法的要求 那第二点呢 就是说这个 就是代孕者呢 他只是一个工具 比如说你生出孩子了 是不是 你跟老婆说找我 能不能借我的肚子生孩子 那生孩子这个东西 就完全成为一个合法的东西 然后他就不算是孩子的父母 这样的 就是所以说 他把这个生孩子的 这样的定义 就是说谁是妈妈 不是说生孩子的这个人是妈妈 而是谁想当妈妈都可以 谁想当爸爸都可以 那那个家庭 是不是就是 两个都是other parent 因为谁也没生 就是没有分娩者 这样的定义 所以就是other parent 和another parent 那爸爸更降级了 又降一级 然后他这样就说 他说这个 每个孩子在法律上面都享有 就是应该享有要平等的父母的身份 他就说 反正就是不管说你结婚没结婚 这跟婚姻状态没有关系 然后跟性别也没有关系 就俩爸爸俩妈妈 就是这些跟性别也没有关系 然后你的性别认同 或者性取向 或者你是同学 跟这些东西都没有关系 就是一个人他说他想要当家长 他就可以要当家长 I identify as a parent 对 然后我就可以有孩子 你想这个在以前就是 你生孩子了你才有孩子嘛 你不生孩子了你就没有孩子嘛 对 那你咋叫家长 那我没生孩子 我能把你孩子扯回来 说这是我的孩子吗 那不是我没生孩子 谁生孩子的谁有孩子 除非有一种就是说 你可以领养嘛 对不对 那领养你也要通过 一系列正当的法律程序 然后人家说看说你这个家庭 是不是适合孩子的成长 可是你现在看到所有这个 左派立法的这些东西 什么你也可以当家长 他也可以当家长 同性恋也可以当家长 那同性恋本来他就生不出来孩子 他们现在 因为他们立法就是规定说 基督徒 还有天主教徒什么的 不能领养 因为你们领养会歧视 你们不愿意让小孩去变性 所以他觉得有这样潜在的危险 所以他就不要让你去领养 所以说等于只有LGBTQ那些人可以领养 对 然后就是这些人自己下不出蛋 完了就偷别人的蛋拿来养 所以呢 就是说 现在呢 这个法案就是根据说一个人 他要成为父母的意愿 而不是判定说是不是亲生的关系 或者是收养的关系 来重新定义父母的身份 所以这样的转变 一定会给家庭 还有社会产生非常巨大的重要的影响 我想先说这件事情发生在Massachusset Massachusset各位不知道Massachusset最有名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的学校 Massachusset是长春藤最多的一个州 然后这个波士顿那个城市 然后大家都想要把小孩送到那个地方 因为去那个地方的话就代表你进入名校 你进入上流社会 你以后出去就说 我是哪里哪里毕业的 我是哪里哪里毕业 哎呀我的朋友 你接触到的人都是高 社会顶级的那些人 麻省理工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 我们崇拜学位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我们的大学 还有 全美国聚集最聪明的人的地方 然后现在出来像 最愚蠢的法案 对然后男女不分 父母是什么搞不清楚 然后 什么样的人可以领养小孩 搞不清楚 然后什么 男 真的是男的女的 不是 我敢保证 不是他们分不清楚 是他们刻意要去抹 抹灭这些东西 对 因为这些东西 你不管是不是基督教 就是从以前 只要有人类有文化历史 以前中国也没有基督教 但是别人也知道什么叫做爸爸 什么叫做妈妈 这就是每个人都知道啊 对 但是他们现在进步科学 然后什么东西 就是他们什么东西都可以改变 反正就是 现在的已经 你学术超... 他们会以为说自己进步到一个 超越所有的学术研究 超越所有的传统 已经破四旧了 然后他们现在要立四星 但是这就是他们的四星当中的其中一个 就是废除父母 废除男女 废除这些每一个文化 你去亚马逊那些 还在吃人的那种部落 他们都分得清楚男女 对哦 哈哈哈哈 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的社会 我们美国的最高学府的地方 对 现在把创造出来 投票 这个投票结果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对 我觉得这个是 让我感觉到太可怕 就是说 在整个马萨诸塞州 他这个州议会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立法委员 提出反对票 没有任何一个立法委员 对这个东西提出反对票 对 不管是众议院也好 还是参议院也好 那当然他们的州长就是很左 这个东西的州长早就说 哎呀你们弄 你们过来我就签 他就是很很支持 很pro这些东西的 可是 居然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里面 居然没有一个人投反对票 这么愚蠢的东西 没有人敢投反对票 你说真的 在所有的立法委员里面 他们全部都完全同意吗 就说哎呀太好了 我们终于立这个法了 太好了 怎么样 一定所有人都是这样反应 我就不见得 他里面一定有人是 知道这个事不对 但他因为胆小 他自己没有投出反对票 嗯 呃如果我们有观众住 马斯基督斯的话 请留言一下 呃 你们的 representative 有在represent你们吗 有在代表 你们的名义代表 有在代表你们的名义吗 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 嗯 东西 我们认识很多牧师 都是从那个地方 开始的 嗯 然后很多牧师就是呃 在在在那个地方 然后得一个属灵复兴 然后呢 到到处这个全全美国 这样子跑的那一种 所以说 马斯基督斯曾经是一个 美国思想的一个中心 然后现在变成这样 真的是非常非常令人痛心 没有呀 所以今年11月份大选就要来了 哈哈哈哈 抓紧这次的机会 抓紧时间选出新的州议会 的人 太夸张了 在加州都不会这样的 也呀 加州的州议会 绝对有人会投反对票 哪怕就是说 因为呃 那个那些 就是州议会里面 民主党人是占绝大多数 Superman州议里面 但是还是有反对的声音在那里 然后我们也有见过说 在州议会里面 的确是有挺好的旧途在那里 然后他也不怕事 他们也敢讲话 他们要立法 然后他那个 虽然就是因为人数的 票数的关系 他们没有办法做 但是最起码还有这样的声音 可是太夸张了 马萨猪猜一个都没有 所以呢 我们现在在社会里面 看到很多发生的事情 其实都跟家庭 有非常大的关系来 觉得绝大多数 都是跟家庭有关系来 你很少说 哦 因为什么 我的原生家庭又温暖 又爱住什么什么 绕经我这个人长大周 变成一个很奇怪的 很少这样 绝大多数人 在生命当中 发生过的事情 都是跟他原生家庭 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看到这个 什么黑人的群体 对吧 打砸枪 拉丁裔群体里面 发生很多很多问题 他们都是堕胎率最高 而且你知道 Plan Parenthood 就是特意的把诊所 就是安放在 这样的群体的旁边 那当然也是因为说 Plan Parenthood 最刚开始的 这样一个创始人 他就是想要选择 忧生忧郁 他是歧视 黑人还有拉丁裔 所以他是特别 把堕胎诊所 开到他们那里 然后鼓励他们说 希望他们可以杀掉 自己的小孩 那当然了 你可以现在看到 就是堕胎率在 黑人还有拉丁裔里面 发生的几率 是非常非常高的 然后他们学习最差 没有人在意 家长孩子就散养 没人管 自己做自己的事 孩子就一天光脚 就在那边跑 打砸抢 破坏城市 趁火打劫 都是他们 而且他们情绪 非常容易激动 也就是说 他们没有经过 特别好的教育 然后没有什么 就是脑子里想的东西 是非常简单的 他们大脑 就是一根直线 非常简单 非常容易走极端路线 所以呢 这个 为什么孩子会变这样 一般你去了解 他家庭 都是一个单亲妈妈 带好几个孩子 没有爸爸 没有父亲 男的干嘛呢 男的就到处播种 不结婚 你这男的可不敢说了 说谁是我的孩子 这一数 搞不好数出来 好几十个 今天跟这个播种 明天跟那个播种 哗哗哗生一大堆孩子 那这些家庭破碎的原因 然后导致这些孩子 长大之后 甚至在未成年的时候 就做非常糟糕的事情 就是因为家里面 没有一个好的 爸爸的榜样 而导致的 我觉得你刚说到一个 很重要的重点 好像叫做Martha Singer 对不对 对 那个女的 就是Planned Parenthood的 那个创始人 他一开始 他自己的interview上面 各位可以去上面 找他的影片 他就是说 哦 这些人就是 不应该活下来 如果说 他们没有准备好 要当父母的话 那这些小孩子 就必须要被杀掉 他们就是这个 他是一个非常种族歧视 非常可怕的一个人 各位在1960年代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黑人他们的族群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复兴 属灵的复兴 他们家庭是非常非常牢固的 你各位 你可以去看以前的电影 还有以前的影片 你看到就是 黑人的爸爸跟妈妈 就是在被打压 你看1960年代 白人就是歧视他们 真的就是有歧视在这个地方 但是他们家庭是合在一起 然后呢就说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做得比其他的人的好 我们要证明说 我们是平等的 我们不能被这个样子打压 他们一直这个样子 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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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建造了下一代 哦下一代都变得很好 变得非常非常好的时候 这时候这个 这个Martha Singer 可能她的那个 什么 first name我讲错了 她是Singer OK last name是Singer 反正就是这个Singer 她出来 然后还有 国会开始有那个Affirmative Action Linden B. Johnson 然后还有马丁路德金 那个时候Civil Right 他全部就在讲说 黑人你们是受害者 你们很可怜 你们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种族歧视 你们就是没有得到平权 然后政府开始给他们 非常非常多的福利 你可以怎样怎样进大学 你进大学 你不用考这么高分 你做什么工作 我们要多包容 我们要多这个有黑人 就算他们学术成绩不够好 但是我们还是要接受他们 这一切的优惠 反而让他们变得更惨 然后创造出更多的一个破碎的家庭 他们开始说 你不需要为家庭负责 你只要去打掉就好 你不需要去赚钱 政府给你钱 你不需要为你的人生负责 政府会把那种social security给你 各式各样的福利 都让他们变成这个样子 我记得几年前 拉丁裔美洲 我们一想到拉丁裔美洲的时候 就说他们都乱生孩子 对对对 他们只要生一个孩子 他就可以领18年的补助 然后他就底下 我爸个孩子 八八六十四 一个月六千多块钱 只要你没有爸爸的话 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 我以前的时候 大家在讨论的是 那个重点 现在他们就说 你直接杀掉就好 你直接把这个小孩杀掉就好 然后很多拉丁裔的这个家庭 他们也都是没有父亲 为什么 因为政府鼓励他们不要有父亲 他们鼓励黑人家庭不要有父亲 所以说家庭里面没有父亲这个东西 其实跟政府的政策 还有策略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的 对 而且现在你可以看到 马萨朱塞州的政府 他就是说 怎么着 就是说 妈妈跟你多少 还有点关系 因为他give birth了 对吧 就是他是分娩者 就是你为啥来 因为他生你了 但是当然你们的关系 也只是这样而已 就是只是他生了你而已 但是爸爸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甚至连说 精子的提供者 这个名字都没有 母亲是分娩者 父亲又不是精子提供者 什么都不是 他只是说other parent other parent other parent 跟other person有什么区别 他就是另外一个人 他就是另外一个人 他这个东西写出来 他就是把爸爸 就是完全跑出 就是你妈跟你关系不大 你爸跟你更是没有关系 他就是一个other parent 他只是另外一个人而已 所以你看到 就是现在政府 要你没有家庭 因为本来家庭的这种感觉 还有这种亲情 是不言而喻的 对不对 就是妈妈生完孩子的时候 我就是爱你 我就是爱你 我不是只是生了你而已 我就是爱你 这个爱是不用讲的 就是我就是爱我小孩 对不对 你有小孩 你就是爱他 对 然后你尽管 你也没有经历过怀孕 因为你是爸爸 但是你也知道 他就是你小孩 你就是爱他 就这种东西是不言而喻的 是不用讲的 可是现在政府 必须要把你 跟你的父母 你的家庭 做一个分开 他分开你跟你的父母 然后他也要分开 你和你的小孩 他这样 又必须分开 就是说你不欠他什么 他只是生了你而已 然后你爸爸 只是另外一个人而已 我觉得这样的想法 是非常伤害人的 你让这个小孩 没有一个被爱的感觉 他就说 原来我们就只是 这种法律书面上 或者是利益上的关系 也就是说 我妈妈 我也不用太感谢他 因为他只是生了我而已 我爸爸 我爸爸更没关系 他只是播种而已 我不是被爱的 他只是 他播种 他就是 因为大人 他就是想要播种 他就正好播种给我妈 我妈就播种了之后 他没杀我 他就生下来 只是这样的而已 就没有家庭的这种 bonding 没有亲情 然后人就变得自私 因为他不觉得 这个世界上有谁爱他 对 他不觉得爱他 对啊 你看 我们照顾小孩 然后爱他们 然后怎么怎么样 对吧 很多现在 其实在网络上的人 很多时候 我看到他们的评论 或者他们留言 其实对亲情已经 很淡薄 有一些比较年轻一点的小孩 因为他们会讲说 那我爸我妈结婚了之后 他们也就是为了做那个事 我只是 就是一个产物 我只是一个不小心的产物而已 那他讲这个事的时候 他完全忽略说 他爸为他付出多少 他妈为他付出多少 怎么怎么样 多么爱他 就你在这种时候 你还会被这种东西骗 你会忽略了 爸爸妈妈对你很实在的 这种爱 但是你像这种时候 他就是让你没有家庭 没有亲情 那你这样的话 人就变得自私 就没有责任了 人就想说 是吧 那个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大家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吧 那个我们就像动物一样 像动物一样 那个我们有这种利益的关系 反正谁也管不着谁 那个你活了就你活了 你死了就你死了 我们很多时候学习包容 还有爱 还有互相帮助 这些东西都是在家庭的关系里面学到的 对不对 你看像兄弟姐妹之间 你得够包容 忍耐 谦让 然后互相帮助 互相学习 其实都是 最基本都是在这里面 那个学习的 还有就是你对 在上全秉的一个顺服 对吧 就是说爸爸妈妈跟你讲什么 你要听不要听 你怎么跟爸爸妈妈交流 你怎么对于你一个higher power 你怎么去跟他交流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 就是我们本来里面就是有这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神创造 就是we made for family 我 神创造你创造 就是这样 就好像神 就我们做杯子 杯子就是喝水 他就是 他为啥里头凹下去了 是不是 他这么大的 有的人爱多喝水 他就整个大杯子 爱少喝水 他就整个小杯子 他为啥里头凹下去了 然后为啥口这么大 因为他就是给喝水 他不是给你吃饭的 他不是给你上厕所 他就是给你喝水的 我们也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想要去爱别人 然后对亲人有这种无条件的爱 we made for family yeah 一个提倡美德的时代 generation 他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你各位想想看 今天如果 那个麻州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这样子 然后你去讲个 什么恐龙让梨的故事 谁会离你 恐龙把这个 why he's so stupid 怎么会这个样子 这么大个自己吃不好吗 那说真的 他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让我们比动物还要 你说像动物一样 中文有一个 就是叫什么 虎毒不食指 对 然后现在他们就是要让我们 变得比 那种 连动物的亲情都没有 哇 你知道有时候 我看到动物之间 那个亲情啊 哎呦 感动啊 太感动了 你记得我之前 给过你一个窝 对 鸟窝 对 我之前那个租房子 在我那个租房子 那个房檐外面 有一个窝啊 有个鸟巢 然后它就掉下来 就掉到地上了 我回忆捡 我说 呦 这个鸟巢怎么回事 哇 看我好感动 都看到说 那个鸟巢 在房檐上面这样搭嘛 从来没看过 说里面的构造是怎么样 那个鸟巢 掉到地上了之后 我去捡起来看 哎呦 这个鸟 真是细致啊 它为了 它为什么要鸟巢 因为它要孵宝宝嘛 它要孵蛋 连那么小的小鸟 它都知道 它在那个鸟巢外面 垒了一层又一层 你知道 最外面那一层 就是最粗的 那个树枝的枝条 越往里 那个枝条越细 越往里枝条越细 然后到里面 最那一层 它就是小细的那种 小草杆 很软很软 然后最里面一层 它居然垫了 像棉絮一样的东西 我不知道小鸟 从哪里找来的 你知道吗 你就看到那个鸟爸爸 鸟妈妈 每天在那 要不然就叼虫子 然后那个吃饱了之后 他们去去去见这个窝 夫妻两个人一起去见 哇 里面好软好软 然后外面是坚固的 那种那个大枝条 里面很软很软 垫的小窝 手摸进去 很快就升温 一会儿就 那个温度就升得很高 一点也不扎 很舒服 他们建这个窝 就是为了给宝宝 那这个窝 为什么会掉下来 因为这个窝 在前一年 已经被使用过了 第二点呢 又来了一窝新鸟 他们不想要 住别人的房子 所以他们把这个窝 给撬下来了 然后他们又在 原来的地方 鸟爸爸鸟妈妈 又盖了另外一个窝 是那个一对不同的鸟 对 然后那个窝 掉下来之后 我看 哎呦 哎呀 我就感叹 太奇妙了 太神奇了 我就把这个 不就是装箱子里了吗 我就给他拿走了 我说拿回去 给小孩看看 就是上帝的创造 是多么多么的奇妙 那后来来那一窝 新的鸟爸爸 跟鸟妈妈 他们也是见我 然后他们在里面 生蛋 孵蛋 我就在我的房间里看到 过了两天 小鸟就在里面叫 哦 哇 就是孵出小鸟来了 他们新盖的房子 然后夫妻两个人 就孵出小鸟来了 然后你知道 那个鸟爸爸 鸟妈妈有多尽责 那鸟妈妈刚开始 小鸟没出来 她不在这孵蛋吗 鸟爸爸每一天 钓吃了给她 那鸟妈妈在这张嘴 鸟妈妈就喂她吃 后来小鸟孵出来了之后 就一直在那叫嘛 两个人就都出去找吃了 轮着翻的回来 回来就 那个爪就站在那个盐上 然后她不是头就这样吗 她就喂喂喂喂 就每个都喂 我在那看 我说喂起了没呀 你不要有一个 永远没胃到 然后有一个吃很多 两个人 就是你知道 你从这些动物的身上 看到这种 父母的爱 无条件的爱 包括那个 还有个 那个我们教会有个姐妹 特别有意思 副鼠 你知道吧 长得挺丑的 三角形的头 你如果上网搜话 你会看到那个副鼠妈妈 把宝宝全都背在后背上 像一个bus一样 像公交车一样 她背着宝宝这样 啪啪啪 结果呢 有一天有一只小副鼠 副鼠宝宝 跑到那个人家门口外边 好像就是被她吓到了 她很小小宝宝 就被吓到了 那人当然也不是故意的 把吓了之后 那个副鼠 副鼠妈妈 可能在不远处就看到了 生气了 来报复她 在未来的一个月里面 每天到她家门口 拉一泡屎 每一天 孜孜不倦的 不管那个打雷下雨 天天来 每一天拉一泡屎 为啥 你知道这种 这种爱啊 这种亲情啊 你如果你说 要是那副鼠的老公 被吓到了 你这副鼠 大概不会 但是因为她宝宝 连那么小的动物都知道 就是这种亲情 她不是说 你政府的 一个法律规定的什么东西 就可以抹除的 yeah 真的是一个 很可怕的一个方向 我们现在整个世界 呃 很明显的知道说 政府现在想干什么 很明显知道这些 高知识分子 这些专家教授 这些立法委员 想要做什么事情 真的就是要瓦解 我们的家庭的价值观 要让小孩不尊重父母 要让父母 觉得小孩 就只是一块肉而已 掉下来而已 我们堕胎的话 就跟剪头发一样 对 我们堕胎的话 就跟 呃 剪指甲一样 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些生命 都什么都不是 呃 我们 这些议题我们讲了 很多很多 很多次 很多次 但是很多的人不了解 很多的人看不出来 很多的人觉得说 哦 我 这 他们专家都这样讲 我们最常听到 的就是 专家都这样说了 你们为什么还在这边坚持 你们基督徒就是backward 你们基督徒就是什么什么 真的用常理想一想 动物都可以做成这个样子 人却不行 人想要杀自己的小孩 人不想要有责任 为自己的小孩付出责任 人不想要建造家庭 觉得政府是 各位可以想想看 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出现 为什么政府会要这个样子做 对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啊 我们现在一直在讨论什么 敌基督啊什么的 可是你知道 基督徒一定要明白 故意去违反上帝的原则 而且是这样去大力的推行 你说这些人 他们在做的事情 是不是第一季度的事情 他们 马萨竹塞州所有的这些 立法者 他们以为 他们的想法比神更好 他们以为 他们可以创造出 比神更先进的制度 所以他们要推翻 几千年来 神为我们设立的 最基本的东西 那最基本的东西 就是包括性别 男人和女人 还有父母 还有家庭 所以这种形式是什么 是现代人 正在建造巴别塔的方式 他说我来盖一盖 咱俩一笔高下 看看咱们到底谁能行 是你的方式比较好 还是我的方式比较好 所以他们想要 让人创造的自由 代替神给我们的自由 让人的想法 去代替神的想法 他们就说 我们先进啊 我们创造的性别 比什么上帝创造 多了一百多个啊 看我们厉害不厉害 对不对 我们可以拆散 神社利的最基本的 社会单位就是家庭 我们让每个人 不要有那么亲密的连接嘛 我们每个人 都是独立的个体 individual 我们要有更多更多的自我 我觉得巴别塔 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比喻 就是我们现在的大学系统 我们现在崇尚教育 原本大学的制度是说 OK你有你的想法 我有我们的想法 然后呢 我们彼此切磋 我们可以创造出 一个更好的一个想法 出来现在大学变得不是 现在大学必须要封锁 所有关于神的 所有属于圣经的 所有属于尝试的 这样子的教育 在大学里面 然后呢 大学生只能有一种想法 只能有一种思考模式 就是 没有所谓的性别 没有所谓的父母 没有什么都没有 这个样子就表示我们最进步 这个样子就是我们 在盖我们的巴别塔 巴别塔当时就是什么 就是所有的人万众一心 要去做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 对抗神的事情 对没错 那件事情就是对抗神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马斯基斯州的立法院 万众一心 他们成功的盖成了一个巴别塔 目的就是要摧毁神所有的律法 还有 实戒 孝敬父母 为什么要孝敬父母 为什么要 为什么父母要爱孩子 为什么孩子要孝敬父母 所有东西他们都要摧毁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 而且非常非常邪恶的一件事情 然后他们用这个东西 他们把它包装成一个进步 一个现代的一个说法 他们就说 哎呀 这个样子的话 你有家庭的话 你多自私 我相信一定有人听过这样的东西 一定有人听过就是说什么 哪个父母好自私 这样想法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父母自私 人为了自己的家庭自私 人为了自己的家庭努力 是一个非常正常 而且非常健康的事情 但是政府要摧毁这个东西 因为他想要掌控我们的人生 他想要掌控所有的人 当我们没有一个人 是有家庭的时候 我们没有家庭观念的时候 他们就是我们的父母 他们就是我们的神 当我们的家庭什么都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 他们就是可以告诉我们说 你要做什么 文革的时候非常非常清楚 就是他要小孩起来反对父母 然后呢 他要小孩起来去推翻所有家庭的这个原则 现在在美国发生同样的事情 政府想要掌控我们 最好的方法 甚至是唯一的方法 就是摧毁你的家庭 因为如果你没有家庭的话 你唯一的方向就是 政府 为什么希特勒会有希特勒青年 为什么斯大林会有先行者 为什么中国会有红卫兵 还有为什么现在 美国这边会有BLM 还有Antifa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要来摧毁我们的家庭的 所以神要给我们的 跟世界要给我们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神希望我们的家庭教育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神明记的六章一到七节里面告诉我们说 这是耶和华 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 律例典章 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 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 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 就是我所吩咐你的 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 以色列你要听 要谨守遵行 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 人数极其增多 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 以色列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 所以这个是神希望我们去做的事情 他希望他们 因为在这个前一张十诫刚颁目吧 那颁目了之后 神说 这些事是为了你们好的 我希望你们把这些话都记在心上 然后我也要 你把这些东西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不管在哪里 你坐在家里 你行在路上 你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 他希望我们整天整天 都要来谈论神的事情 那当然在以福所书六章一到四节里面 也告诉我们说 儿女与父母两者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 在这里讲到说 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一个家庭里面最重要的核心就是神 不管是父亲也好 还是母亲也好 还是儿女也好 一切都是以神为中心 这样的家庭关系就对了 而且这里讲说 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那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你必须要了解 神说了什么 有的父母他说的也是错的 他没有说你完全 百分之百 你爸说要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他说你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就是你爸爸妈妈说的话是合乎神的律例典章 这个你必须得听 因为他说这是理所当然的 你有个权柄 你必须要听你爸 你妈对你的这样的教导 对吧 然后这也讲到说 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就是你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那后面也讲到说 你做父亲呢 他说不要惹儿女的气 的意思是说 你要照着主的教训 你不要故意的 按照你人的那种血气 那种错误的方式 用你的怒气去对待小孩 你这样出来的结果是不好的 对吧 他说你要按照主的教训 神告诉你怎么做 神怎么教训你的 神怎么告诉你要警戒 用这种方式去养育他们 不要用那种不公正啊 偏心或者是没有理由的 这种用坏情绪去培养孩子 这样是不对的 那么当孩子在神里面 他们有增长知识 他们学会了自我控制 学会了顺服 这些真理会适用于他们生命中任何的时期 不管是他们小的时候 还是他们大的时候 不管是他们在顺境的时候 还是逆境的时候 他们也学会去尽心尽性尽力 爱耶和华我们的神 而且要在他们手上所做的事上 一生都要来服侍神 现在的我们的办公室 特别是我 很辛苦 然后这两位 Felicia还有Presida 都在帮我的忙 他们真的是 而且对我们的家庭 是非常非常包容的 他们做完功课 会跑去这个地方 说什么 Oh can I get a star 可不可以拿一个星星 然后他就会 Miss Felicia 就会把他贴着一个星星 在那个地方 你问我跟Persela好吧 对对对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然后我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不管我的事工在忙 不管我就是在敢 做节目的东西 我要写稿 我要看新闻 然后我很frustrated 常常有的时候我在那边 天哪 没办法写完东西 但是我都要亲自的教育我的孩子 我都要亲自的把 因为我知道全世界只有我 还有我的太太 会这个样子爱他们 我鼓励所有的人 亲自生自己的小孩 你们才可以知道 什么叫做agape 什么叫做无条件的爱 你才可以真正有这个样子的爱 去爱人 不然你结婚的话 我知道各位在祭坛上面 会说得很好听啊 我一生一世什么什么 不管生病还是健康 但是说真的 夫妻的关系还是有一点利益关系 在那个地方的 哦 是吗 yeah 像说 性爱啊 然后呢赚的钱啊 然后可不可以怎么样啊 就是你如果说 你不爱我的话 那我也可以不爱你 然后这这种关系 这样想法是错误的 然后是不符合圣经的 但是人就是会有这个样子的想法在那边 但是对孩子是不一样的 你自己的孩子 你真的会好好的爱他 你真的会全心全意的去照顾他 只要你有读圣经 只要你说 哇 他是我的产业 哇 他是神给我的祝福 哇 他们会怎样 你真的是会想要 把他们教育成一个更好的人 政府不是这样想 各位想想看 你的老板会在乎你的家庭吗 你的老板会说 哦 天哪 你的家庭真的是太辛苦了 所以说我多给你什么什么什么 不会的 老板不希望你成长 老板希望你永远当一个机器人一样 就是在那个地方 好好的工作 好好的工作 你不要complain OK 你端盘子就好好端盘子端一辈子 然后永远都拿那个样子的钱 你不要想有自己的野心 不要去想要升职或是什么的 你就是一个端盘子的一个机器 你就是一个洗碗的机器 你就是一个做presentation的一个机器 你就是什么 你不要有任何的野心 野心什么 野心我有就好了 OK 我可以得到这么多 政府看我们的方式也是这个样子 政府也是觉得说 你们这些人啊 Ethan 你不要什么自由 你不要有什么更广大的一个想法 OK 你就是好好的做你该做的事情 然后好好的赴税就好了 你不要去成长 你不要为了自己的这个 为了自己的家庭 为了自己的事业努力 Felicia 你也是 你不要想要有什么小孩啦 你你你你就是这个 抓紧提高生产力啊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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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就土法练钢 OK 你们全部不要那个 当政府需要钢的时候 你们什么都不要做了 全部去练钢 OK 把你家锅碗瓢盆全部拿出来 融成一锅大钢 然后呢 钢了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数字写上去说 你看我们是个强国之后 我们再把这些钢 再做完做回这个锅碗瓢盆 然后再给你们发出去 然后你们再买这些锅碗瓢盆 让我们可以做更多钢 一切是非常非常愚蠢的 政府在做的事情 永远都是极权的 然后呢 他们想要控制你的孩子 控制你的家庭 控制你所有东西 最好的方式 就是破坏你的家庭 彻底的破坏你的家庭的时候 对我们的这个信念 还有我们的信仰 我们信仰如果没有办法传承的时候 政府就是我们的 算是父母吗 OK 政府就是我们的爸爸跟妈妈 当我们都不是爸爸跟妈妈的时候 政府就是我们的爸爸跟妈妈 这就是为什么神这么重要 为什么我们基督教一直在强调说 天父天父 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 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为什么父亲会在天上 因为只有他才会真正用父亲的方式来爱我们 这个思想很重要 是我们如何敬畏神的方式 就是我们要如何带领我们的家庭 如何带领我们的孩子 所以说鼓励所有的人生孩子 生孩子会很辛苦 然后呢 各位说的那些这个什么 你看没有时间啊 哎呀 钱会这样这样 你看我生小孩之后 我已经现在小哥几岁五岁 OK 我已经五年六年没有去看过电影了 哦 yeah I'm OK 我本来就没有是一个爱看电影的一个人 对 但是 因为快乐的来源不同了嘛 对 你以前是闲得没事 跑跑那个电影院看电影 现在你就看他们两个在那 你还你还怕没事 五秒钟喊一次爸爸 五分钟之内哭三回 你还你还闲没事 事儿太多了哈 所以就是说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家庭的关系 通过父母对孩子的爱 就是说 不管是我作为孩子也好 或者是 未来某一天作为父母也好 我们都可以从这个当中体会到 阿爸天父对我们的爱 对我们的包容 对我们的忍耐 在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里面 告诉我们说 说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 没有看见的神 人如果连父母都没有的话 或者是人如果连父母都不爱的话 你怎么可能去爱那一个看不见的阿爸天父呢 所以神跟我们家庭的关系是非常微妙 让我们大概能够体会到一千分之一 一万分之一 神对我们的爱 或者是神对我们的心意 对吧 像你没有做父母的时候 你作为孩子 你通过你父母对你的这种爱 你可以体会到说 天父对我的爱 比这个更多 然后更多 那是什么样的 那包括你自己当父母了之后 你有一个为父的心嘛 就是你知道怎么去对你的小孩 你也知道说 神是如何看我们 是如何对待我们的 所以 我们要爱神 第一步 就是必须先要爱我们的家庭 我们不管是作为孩子也好 我们必须要爱我们的父母 或者你作为父母也好 你也必须要去爱你的小孩 从这个里面 我们才能够更多 明白神对我们的爱 还有神对我们的心意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 今天的节目 你看完马萨朱塞州 立的这样一个法案 已经通过了法案在2015年1月1号就要实施 你有没有觉得说太夸张了 No 我没有办法接受 然后我要更多去建造我的家庭 不管政府 不管媒体 不管他们现在这个世界上正在推崇什么样的文化 但是我必须要按照圣经的价值观去建造我的家庭 如果你要是住在马萨朱塞州呢 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那这一次11月份的大选正好是非常棒的可以翻转的机会 从现在开始 你要知道你的州议会里面没有一个提出反对的声音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 一旦这个事过了之后 如果这些人下一次再继续被选到上面 他们再继续坐这个位置 你不知道未来他们会立出多么夸张多么恶心的法律来 所以抓紧时间现在是8月份到11月去发现在你们州里面好的州议员的人选 然后极力的帮他们去推 然后让更多人认识他们 把他们放到他们应该有的立法的位置上面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藤 那么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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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